优雅的美人鱼和巨大金鲨水中同游 但盯睛一看 这条金鲨竟然是机器鱼 是机械鱼 如果你告诉他 他其实是一个科技产品的话 他会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 更加勾取了他的这种探索的欲望 这里是10月才开幕的 深圳小梅鲨海洋世界 门票要价240元人民币 只和新台币破千元 游客满怀期待 却发现游来游去的金鲨 根本是假的 气得大骂被骗了 是机械的 对 因为我们这个管的话 挺多它是有那个 要保护海洋环境的一个寓意的 海洋馆强调是 因为活体金鲨已被禁止交易 才会花费数百万人民币 打造机器金� 总共有1.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 内部传染器有156个 主要架构由钙合金和310R不锈钢构成 专家强调别小看机器金鲨 它代表大陆仿生高科技 融合AI的新技术 这是由中国航太科工三月研制 号称全球第一条的仿生金鲨 全长4-7公尺重350公斤 但在水中却不笨重 靠的就是七个关节驱动系统 专家介绍机器金鲨未来还能搭载传感器 监测鱼缸水质 还可以拍照录影 镜头来到广西桂林 知名景区黎江因水位突然下降 宣布管制水上交通 大批来体验竹法 游船的游客塞爆码头 可能是以安全为主 这个水下降很突然的 没到那个水位来 船开出去的话很容易搁浅 索性经过水库补水和航道疏通 黎江13号已恢复水上通航 TVBS新闻叶俊宏 蔡依杰综合报道